妙宗朝云 妙宗朝是智者大死 观无量寿金的诸解 他的诸解叫妙宗朝 取舍若急 于不取舍也非一彻 这句话意思讲的神 下面 是不从事取舍 但上不取不舍 皆是智离非死 为什么呢 大乘佛法所说的万法皆空 性相也如 离死不耳 有取有舍 就是有分别有智者 你就错了 真正欺辱不耳发门 哪里有取舍呢 礼是没错 礼上讲得通 那思想怎么 你的烦恼吸气没断 你没有大乘大悟 你这个是解悟 不是正悟 解悟你得不到受用 你所讲的是祝福菩萨的境界 可是你自己的 还在 这个齐心动念度不上 你还在造业 那么你学大乘佛法也在造业 这个不能不知道 治理非死 治死非理 都是大错特错 既非于死 离也不远 若他 全死尽力 这取也是礼 血也是礼 一血一取 无非于法解 要结之说 四里 云荣 妙气 中道 那大乘经 怎么去读 怎样去学 所以古人 独大乘 没有问题 金人独大乘 问题很大 为什么 独大乘之后 至理非死 古人 为什么 没有问题 古人 从小 那四个根 扎得稳 他所做的 大乘经 根丝融成一体 不想 不想 现在 人 独大乘 离是离 四是死 离好像 讲得 偷偷是道 四 依旧是造作罪业 心里 还是贪嗔 吃满意 还是怨恨 浓烦 做的事情 还离不开 杀到阴亡酒 虽然没有杀神 杀的习气 没断 杀的念头 没断 虽然没有偷盗的行为 道心没断 道心 总想占一点便宜 所以 离说得再好 行跟离不相应 心行不相应 最后 还是堵三土 出不了 六道轮回 真正通达 明白了 我都明白了 我不到极乐世界去 在这个天上修行 烦恼吸气 你要想到这一点 那我还是要去 我到极乐世界去的时候 我离四就 愿容了 在这个地方 他是决定 远不了天 不是知理非四 就是知识费离 知识费离人 小臣 大臣是智离非四 这是什么 偏在一边 不是中道 菩萨行的是中道 中道是离四 愿容 极乐世界 是大臣 是一臣 他讲愿容 他讲四思无碍 理四无碍 那这个境界 皆是极乐世界 凡圣同居图 你就见到 为什么 阿弥陀佛 本月 微生功德的价值 你能享受到 换一句话说 过菩萨的生活 不是凡人 四思无碍的境界 迷途 天天在教训 你到极乐世界去 你学习不会中断 无论在什么地方 行住坐 都不离经教 无论在什么地方 你听到阿弥陀佛 说法的音声 你想听什么 你听的就是你所想象的这个今天 你想学什么东西 你所看到的 所听到的 所接触到的 正是你想学的 所以 无比输胜修学的 到场 到那边去做佛 温温文荡荡 其他地方 哪有这样殊胜的缘分 我听到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